全英宇球公開賽女單四強戰 台灣一節戴子穎要對決 男涵天才少女安喜瑩 小袋第一局雖然是 21比17先拿下 但從第二局開始 安喜瑩展開反擊 小袋回防右側也來不及 安喜瑩21比19 搶下第二局 班平戰局 雙方進入三局大戰 戴子穎原本是站上風的一方 20比18的賽末點 眼看有機會誰知道九攻不下 往前回擊居然掛網作收 讓戰局出現了變化 安喜瑩一路緊追不放 化解了四個賽末點 反倒以23比22領先 誰輸誰贏就看最後這一集 小袋仰頭捂著臉 最後一拍回擊出界 以21比17 19比21 22比24 輸給了安喜瑩 無緣晉級決賽 儘管有點失落 但賽後和安喜瑩 兩個人互換頭戴的舉動 也讓外媒直呼 真的好感動 小袋也在IG上 PO出頭戴照 俏皮發問 誰可以幫我翻譯一下 韓文寫什麼 字體好可愛 不過文章裡他也寫到 珍惜未來的每一場比賽 明年應該會是我最後一次 來到這個賽場 這也讓球迷 對他是不是要考慮退休 引發無限遐想 華視新聞正亞房報導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 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頻道